在上海无论你是否喜欢足球 范志毅这个名字你一定不会陌生 凭着与生俱来的爆发力与大将的风范 辉煌时期的范志毅获得过亚洲足球先生的美誉 如今47岁的他虽然早已退役 但却一直没有停止为足球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2月25日上海老克勒明星足球队代表范志毅 刘月与意大利油温吐司传奇队的成员在上海见面 并宣布双方相遇一个月后 在上海红口体育场举办乐粉杯传奇永续邀请赛 困扰我们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老伤 作为职业球员这么多年下来之后 每个人身上骨头啊或者韧带都断过 身上有的一个地方断过好几次 他去年范志毅跟小朋友比赛的时候 那条骨又断了两倍 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担心的不是体能 而是能保证一个肢体上的安全就行了 虽然新伤旧伤一大堆 但是一听说有这场国际足球比赛 范志毅还潮不犹豫就来了 因为身为上海深花清训总监的他 想通过这场足球的交流 跟国际顶级球新闻讨教经验 更好地为中国足球培养下一代 我觉得意大利人是比较浪漫 也就比较傻慢 但是他的数据水平很高 我想到时候有机会能在这个 更多的读通与交流 只要是想了解一下 意大利那个 尤文图斯的所有的这个 天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